第133屆廣交會進口展規模將一步擴大 首次在三個展期都設有進口展 面積達到3萬平方米 比疫情前增加了50% 不少外國參展企業都帶來了新產品 林恩傑報特 這個來自土耳其的參展商 帶來了多個種類的廚具產品 這款是最新研發的廚具 在功能、智能等方面都加入了新技術 這一款是消貨歐洲那邊 銷量比較好的綜合型廚具 跟我們一般家庭的廚具不同 我們一般是兩、三個廚頭 而這裏有七個廚頭那麼多 是適合一些大型的家庭聚會的時候使用 那麼多人的時候 可以同時進行煮食 可以減少這個烹飪的時間 他們已經找到了不少有意向的客戶 我們很滿意 每天我們有60不同的客戶 從幾個國家 從澳洲、蒙古、澳洲、伊朗、伊朗 這對我們非常好和有效的 土耳其的商會組織了近90家企業參展 是最大的國家展團之一 含蓋了家用電器、五金工具、家居用品 家用紡織品、食品等行業 日韓的參展商在小家電方面 帶來了眾多新技術產品 包括智能廁所板、吸塵機、身體控肝機等 這個日本參展商帶來了可以旅行露營使用的道田線 小巧精緻 360度自動搖頭 還有驅蚊的香片 這款最大的一個亮點就是可聲說的一個無線 類似的一個6600毫安的一個電池 然後最長時間可以使用大概20個小時 然後最多的檔位可以去到六個檔位 除了這些我們還有很多關於在日本 已經暢銷了一段時間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昨天、晴天我們已經談了 80多國家的人已經溝通過 可能有很大的合作機會 世伯牙品牌就帶來了研發三年的新款美食機 外資智能彩瓶 還配備五百多個菜譜 為用戶解鎖多種攀人方式 今年是他們第二次參加廣交會 想逐步開拓中國市場 這款產品我們其實是法格的一個全球性的產品 新品的首發是在我們中國的市場 海外的市場我們正在準備 目前還沒有上市 本屆廣交會有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508家企業 在12個專業展區參展 其中一帶一路 原先國家和地區的參展企業占73% 設有土耳其、韓國、馬來西亞、印度、中國、香港 中國、澳門六個國家和地區展團 廣州電視記者林隱潔報導